記得第一名稱,記得把這個往下選舉Ctrl-Shift向下 然後在它的左上角的地方,輸入黑名單Enter 這個名稱會跑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這邊就有一個黑名單,指的是這個範圍 以後如果你選錯的話,可以刪除重來過都沒關係,或者編輯他也可以 叫公式的名稱管理員,第二個就是在利用Countif,給他兩個參數,一個是哪個範圍 所以Range的話,以後看到Range這個參數,通常是指的是一個範圍 那Criteria是一個條件,條件指的是你到底要查什麼 我們要查,那你就把A2給他,他就幫你把A2裡面的Email信箱帶過來 然後他會幫你去查這個地方,在黑名單裡面 如果要叫出名稱的話,你可以按F3 F3也可以調用剛剛的清單,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兩個方法都OK 按確定之後的話,最後再利用篩選功能,資料裡面的篩選 可以把你要的E的部分留下來 OK,當然如果顛倒了,假設你老闆要的不是黑名單,那你就給0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是要把那個黑名單找出來,OK按確定 所以將來那個Conif跟篩選這兩個功能,其實非常的好用 兩個搭配之後的話,馬上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找到 然後並且把它複製到查詢結果 只是說這些動作,假如說你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當然有必要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那個我們要的那個按鈕 OK,那按鈕的部分的話就是,大概會有幾個這個地方 首先的話有三個按鈕,第一個按鈕是用錄製聚集來完成的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把剛剛的動作全部都變成一串的程式的話 但是你又不知道程式該如何寫,那你可以用錄製的,有沒有,錄製聚集 那我秀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其實程式大概就是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他就跑一下,他會先切到前面,然後把資料塞過來,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了,有沒有,27個 那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範圍清掉,有沒有,再按一下 他就資料秀過來,只是要有一個缺點,他就是會有切過去 那切過去之後,他會在這邊輸入公式向下填滿,所以卡住嘛 有沒有,你會發現這樣好像要切不切的樣子,有沒有 OK,那是正常的,清楚 另外的話當然呢,你比較高段一點的話,其實你不用錄製的 你可以直接寫VBA 太難了,不會,千萬不要這樣想,你們可以的 OK,程式只有五行而已喔 只有五行喔 而且前面很多都寫過喔,OK 只是說今天這部分會多一個跨工作表的應用喔 那怎麼做啦,我們來試一下,而且按一下他 結果跟上面的一樣,只是說 他沒有那個切過去的那個動作 他就完成了 這個背後的話,其實他的程式真的不多啦 就只有五行程式而已 我切過來給各位看,其實就這五行啦 這個4回圈嘛 然後一個sheets 兩個sheets 一個是用Autofilter,一個是Copy OK喔 那這個怎麼做,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啦 首先的話,把這個工具選項自放大一下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來看好了 那我們先做那個錄製去期好了 所以如果今天喔 假如說我今天先把這個 先刪掉好了 假設我的模組我會重來喔 跟各位一樣,裡面沒有 好,空的對不對喔 那要怎麼錄製呢 首先喔 我要先確定一點 我的按鈕將來在哪裡 我的按鈕在這裡 所以喔 記得喔 你如果要錄製去期的話 一定要從這邊出發 然後一定要切換這個動作 一定要做 如果沒有切換這個動作的話 那他錄下來程式就不是正確的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要錄製去期的話 1 按下錄製 先彩排一下 彩排什麼 1,游標切過來 第一個動作 2 先把游標放在B2儲存格 不過我建議 你可以先把篩選這個先 現在有按下去 把它先取消掉 上面的公式不用刪喔 所以我們這樣 1,游標切到這邊 2 游標放在B1 不過如果已經放B2 如果已經放B2 那記得喔 不對 一定要把它移到別的地方 點他這個動作 一定要錄進去 如果他本來已經在這裡 那就不OK喔 他那一行不會錄下來 會出錯 所以確定一定不要放B2 所以再來 1,游標切到查詢名單 2,是游標放在B2儲存格 3,直接上面點一下打勾輸入 再來第4就向下填滿 OK 那第5的話 就把游標再放在B4 做什麼呢 資料的篩選 然後把它做 留下E的動作 按確定 有沒有 然後呢 並且把游標再放在A5上面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後再到查詢結果的A1 所以一樣 游標不要放A1 然後Ctrl V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所以我們實際上來做一次 看有沒有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那個細節很重要喔 游標 記得不要已經就放在A1 或者不要已經放在B2上面 記得放B2以外 然後呢 要錄製之前 請你把篩選先關掉 OK 好 那我們先Ready了 再來我們就要一次 不做錯的 等於是不要NG NG要重來 所以1 請你把開發輪打開 再來錄製聚齊 然後名稱叫黑名單篩選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 黑名單篩選 OK 然後呢我們就按確定 就開始錄製喔 不能NG 按確定 1 游標放在查詢名單 這個工作表 2 游標再點選B2儲存格 3 再點選上面的地方打個勾 4的話 向下填滿 5的話呢 就是在游標放在上面 然後按篩選 把1的部分留下來 再把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的A1 如果本來已經有資料不用管它 這真是很麻煩 它自動真正把它關掉 然後再把它Ctrl V貼上 好 大功告成了 就沒有別的動作了 OK 然後再來就錄這個把它停止錄製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一樣嘛 你就是 游標放A1 Ctrl Shift向下 然後 Ctrl Shift按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呢 如果我要清除的話 我順便把這個錄一下 按錄製 然後上面輸入清除 游標不要先不要放A1 錄製然後清除 按確定 1 游標放A1 2的話 Ctrl Shift向下 3 Delete 好 大功告成 停止 那我們來試一試看 OK 當然 巨集裡面會出現黑名單篩選 更清楚 已經有了 只是OK 執行看看就知道了 N區的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以後看到這個畫面 記得喔 不要亂 不要緊張 記得按正確的 請按針錯 把那個問題找到解決就OK了 針錯一下 再來的話 為什麼會這樣喔 其實是因為怎麼樣 這邊多了一個這個 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那個 跳一個Email信箱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那個東西造成的 所以這一行把它刪掉應該就OK了 因為其實就下面一行是貼上嘛 所以這一行多的把它Delete掉 好 它直接貼上就可以 所以Delete掉那一行之後的話 然後再讓它繼續跑 那怎麼讓它繼續跑呢 其實喔 就直接再按上面這個按鈕 按鈕繼續就可以了 那一行不要刪之心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是因為剛剛那一行的干擾 那刪掉就沒事了 所以不用緊張 那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就清除 清除 上面這個聚集這個可以吧 就這樣 城市就這樣而已啦 OK 然後清除的話呢 就是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再執行一下 清除 執行 OK 沒問題 兩個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呢 這又過來了 沒問題 跑起來沒什麼問題 那最後的話呢 那因為這些程式對你來說啦 其實是相當陌生的 但是其實你都應該可以看得懂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上面可以加註解 註解的話記得吧 單引號開頭 第一個動作什麼呢 有沒有 郵標切到那個哪個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 後面刮弧就是什麼 它的名稱嘛 點Slice就是郵標放上去 有沒有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什麼 郵標再放在哪裡呢 郵標再放在B1 然後把公式輸入之後 向下填滿 這邊還記得吧 然後再來怎麼樣 篩選就從這邊開始 篩選 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下 我從這邊 郵標放B1 然後呢 它裡面篩選叫Auto Filter 那Filter的範圍在哪裡呢 就是A1到B1000 那後面的話其實 你其實慢慢 我是建議你慢慢可以 看懂這上面的程式 Field 這是哪一欄 第二欄 根據第二欄 幫我給它條件是1 OK 然後呢 再把它範圍篩出來之後 Copy的話就在這裡 就是 再來什麼 郵標 如果要複製貼過去的話 就在第四嘛 有沒有 郵標放A2 因為我要摳過去嘛 所以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有沒有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把它貼上 所以 接下來的那個 註解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自由發揮好了 上面後面這個 至於要打什麼 自己再稍微打一下 我有把那個參考的部分 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參考這邊 其實我這個是已經打好了 當然你不完 不一定要完全跟我照這個上面的 一樣照著打 你可以自己 打你自己看得懂的名稱 比如說什麼 1做什麼 2做什麼 3做什麼 有沒有 一步一步的 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那個本來看不懂的程式 上面感覺會更加的稍微親切一點點 不過我好像有把幾行註解掉了 像這一行 AutoFill 這個其實要不要註解都不影響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先試試著把那個 剛剛講的就是 這邊多兩個按鈕 一個叫黑名單篩選 一個叫清除用錄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